台风会不会影响台湾呢 二二八晚上行程的今年第三号台风 法西现在已经开始往北走了 目前在关岛东方530公里的地方 还好未来目前来看对台湾不会有威胁 带您来听听气象局的分析 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三号法西台风 其实距离我们有3000多公里以上的距离 未来它会会顺着北方系统向北 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对台湾地区是不会有影响的 中央气象局表示 各地今天气温回升 随着傍晚封面通过 北部地区跟中部地区的降雨会变大一些 明后天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温度还会再降低 尤其是要提醒西半部地区 还有外岛的地区朋友 今天因为可能因为有雾或是低云 影响到能见度 外出开车的话 要请您多加注意安全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